好 回過這個命題 到底誰是窮苦人家 不要說窮苦 經濟稍微比較弱勢一點點 我有把計劃怎麼不要分辨 五星級的都沒有什麼 它High Class 這兩個大概就一般般 有眼不是泰山 怎麼說 怎麼先看一下 這個外國人 剛搶到了一個黑色星期五 打五折的羽絨外套 大家都會穿的羽絨外套 對啊 他這個有沒有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誰啊 誰 你看不出來啊 他誰 好萊塢明星 誰 李奧納多 底卡皮歐 對 拍一部片 上千萬美元的片酬 低調奢華跟這個天堂 身價台幣72億 他好好的 他跟人家搶這什麼 沒錯 沒錯 他還從那個什麼 曼哈頓搭地鐵 跑到了這個舒服區 這個讓人家讚嘆 好好的 你看這一件他拿在手上 好得意啊 五折羽絨外套 他應該開那個 黑頭車叫保鏢進去買一下 好 再看一個 這個是香港的地鐵 搭地鐵 你看這個人是什麼 這個大叔又是誰啊 對 這個誰 看不出來吧 這個誰 我們把晃打 哎呀 這個龍認識 鏡頭照鏡點 這是誰 哎呀呀 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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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花哥啊 重飲40年 身價台幣52億 奇怪 他們這麼有錢 他沒有拍 他不愛打這個排場 都沒有開頭 對 沒有司機 常常搭地鐵 有時候碰到那個 人家認出來 花哥 花哥 來 我們還可以自拍一下 我真的欠罵我有眼無珠 這個呢 這個夠高級了吧 老實講 不用猜了 連我也不知道 這些人什麼人我也不知道 但很可能 所以 很可能是呼二代 但是你認為這些在五星級 喝下午才的呼二代 身價會比李奧納多跟花哥 那當然沒得比啦 對啊 所以你剛才講過 消費習慣代表經濟勢力嗎 不成立 不是我收回 那問題就在於 今天我們看到 馬路上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也用好的 也吃好的 也都是名牌 我也覺得 那條件也很好啊 一樣啊 每次我在我們這個東森附近 看到年輕人 每一個人就是 人手一杯星巴克 一兩百塊 是不是 家裡所有的家具 文具都是用無印良品 買出一定要去成品 還有食品店 還有剛買的I6S 他要貼上一個Swarovsky的水鑽 買這個名牌一包 男的一定萬寶人 你的Hermes 還有開車一定要開什麼 德國進口小車 但你講到這樣子 你說iPhone 星巴克 算了 牙一咬就買了 普通的小資族也就OK 你要用到這個三樣 你錢買得到 你口袋要夠深 絕對好給人啊 不一定喔 這個放假的時候 絕對不會在國內出國旅遊 你以為這些人都是 呼二代嗎 他們不是嗎 或者收入很高嗎 不是嗎 不是 我們稱為假豪野人 對啦 口袋沒那麼多啦 為什麼呢 但是我們要探討 為什麼我們在我們的周遭 充斥了假豪野人 好 我們就要來看 說也奇怪 年輕人我們常常講說 你有錢就欠擋沒了 欠擋沒了 你怎麼這麼感慨 也不喜歡 但是人活一輩子 活在當下 所以把錢都花在什麼 日常的生活開銷 這我有一個感覺 我們大家說一句話說 比較欠賣賣賣賣賣 就是這樣的心態 對 好 反正我那個 我這已經買不起房 一輩子買不起 但是我又不想磕 磕待自己 所以我買個iPhone 我出國旅遊 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一個月賺個兩三萬 你要我存錢 存到房屋降價 算了吧 我等下一個新手機 我直接買它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人 一般人在低薪的風暴之下 其實都是啃老族 我們說 你在台北上班 30出頭 然後其實你的薪水 還比中環不好一點 一般都3到4萬 這個其實還不差了 從最高 但是我們來算一下 你每個月要付出 多少的生活成本 多少 對 租房子1萬到1萬5 其他你還要吃飯 什麼瓦斯 水電 手機會 也要1萬到1萬5 所以這時候 你已經什麼樣 沒了 沒了 一個月就買到3萬了 你經常買到要3萬 你的薪水就是3萬到4萬 所以你要不要靠家裡 當然要靠家裡 不然怎麼辦 所以你不靠家裡的話 你在台北怎麼生活 說一結始 然後年紀三十而立 結婚對不對 結婚可以 但不要想生少 你養不起 這都絕望 你今天跟你說 我低薪有就算了 你說我低薪低道 比較賺不好走 我就充滿了失敗的氣氛 最後我買不起房 我就跟爸爸媽媽 死賴在家裡 啃老豬 對 啃老豬 那你要買車 買車的話 你最好希望 期待 燒香敗火 公司 今年大賺錢 年終獎金3到4個月 剛才願意講 沒有那麼多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好沒有壞 這只有一個字 悲哀 這就是現況 好 那要買房 哎呀你買房 啃老對不對 你的頭期款就是誰的 你的爸爸媽媽 一輩子辛苦啊 退休之後的養老金 給你買房的頭期款 你的黑米豆腐 爸爸媽媽要拿得出來喔 拿不出來 你照樣買不起啊 但是我們來講一個例子 還是有人殺出了血路喔 也有成功的例子喔 他賺很多錢嗎 好 一個啊 945的女網友 她喔 當年的時候 她月薪只有25k 25k 你能幹嘛啊 控制消費在13k 咬牙成 每個月可以存12k 你一定很好奇 他怎麼控制 你要怎麼樣去丟失掉 很多你的慾望呢 岳族 黃族 四千 對 對 家有一千 可能騎著賣 這都沒得省的 人家還要還錢 對 三千 這也沒得省 剩下多少 你只有三千塊 可以伙食費 一個月三千 一天天我一百塊而已 他要怎麼貴成我 早餐都吃堅果 對不對 不可以到早餐店 不也可以去賣當勞 然後呢 都是自己帶便幫 自己煮飯 對不對 然後看到同事啊 喝飲料 喝星巴克 不要 你去買一個四十塊的冬瓜茶 然後把它煮開啦 派存很稀很稀很稀的 每天喝 對不對 這樣啊 一個禮拜喝冬瓜茶 也不夠花四十塊 好 這麼樣辛苦的過日子 一個月省下12K一萬二 你怎麼買得起房啊 拜託 人家在新北找一個 預售屋的這個三百萬的套房 那這個頭期館要一百塊嘛 對啊 他這樣做 你看每個月 這樣咬牙撐下來 他可以存到怎麼樣 12K對不對 然後這個幾年之後 他有一個什麼 四十萬 存到四十萬 但是還是缺了頭期款 還是缺了六十萬嘛 趕快去怎麼樣 兼職啊 做過什麼夜市的銷售啊 派報啦 每個月增加一萬塊 但增加他沒有花掉喔 所以他加起來以後 一個月可以存下三萬 兩年就七十萬 所以他本來有四十萬 加這七十萬 一百一十萬 多出來的十萬耶 還可以買家去 終於美夢成真 但是呢你想到 那些買得起房的人 我真的要給這位小姐拍拍手 但是你可以看到 過得這麼這麼 我說的是壓縮到底 真的連尊嚴都丟失的生活 但是他買得起房 他買到房子了 這就是台灣年輕人的處境 你想過哪一種生活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對 總得 估議 勤華 總得 ベイ 總得